昨天打包完还剩一批的饰饼 今天我们再把它装完 这批一共是7000来斤的饰饼 还剩3000多斤的袋子 后续呢还会上一批 一年了也就卖一万来斤吧 这个样子 很多朋友问是不是你家的饰饼 我就要买阿凯妈妈赛的饰饼 大家不用去纠结这个问题 包括这个花椒小米也是 很多朋友问是不是你们家的 我就要你家的 不一定我们家的就好 记住这个问题 再一个就是每家每户 花椒最多是几百斤 饰饼呢也最多几十斤的 一百多斤的 我需要把它全部整合起来 才购卖给大家 要光我们家的 那就不用上架了 那就没法卖 这个情况 再一个就是我们家做的 不一定就好 我们家这个饰饼还在房地上放着呢 来大家看看是什么样子 来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年晒的这个饰饼 这是什么样子呢 又个头又小 还是硬邦邦的 咬都咬不动了 当时就是天气热的时候 五了两天忘了 都五烂掉了 这不是大家非要我们家了吧 要么就这个样子 要么 所以说饰饼也好 花椒也好 不一定我们家的就好 上架我都会整体整合起来 挑选出来好的给大家上架 所以这个大家就放心 现在我们继续前去工作吧 全部把它打包起来 今天我们就全部都打包完成了 这边是二斤的 那边是五斤的 包装好 就等快递车过来拉了 大家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 已经在路上了 大家就耐心等待收获就行了 我弄了这个推手铲来 这就能把学校就开始堆子 哦这个就是 整理不见退休程吧 对 学校开始跟起来 我进来干 干签减盆吧 进来上午我签盆吧 哈哈哈 哈哈哈 这边家有上不回家控 哈哈 这个终于挠出来了 所以搞出来 搞出来这就 你都把气势揍了 挠出来了 走 推就过来给你签盆吧 现在我们已经上来 来到这个饭店了 就是管理村 我姥姥这个村子 来饭店吃饭 今天下馆子 说归说 我爸虽然是拿到退休证了吧 但是今天我请客 因为都是给我干活的 给我装饰饼的这两天 把饰饼全部装好了 明天就可以发货了 今天饭店下馆子 这个地方特别大 小时候我记得是一个那个厂子 后来厂子不行了 现在改成饭店了 平常就是结婚了 有时候也会来这里办喜事 现在这个大厅就是办喜事用的 这边有包筋 咱去包筋吧 还来这吧 那片上边也来摘这个 摘碎一房 摘开窗帘 嗯 摘开窗帘 点凉 那今天这两个屋里都是这吧 你都是包筋吗 嗯 坐吧 就上回车好了吧 上回有眼睛 现在这面小时候我开心了 我开心吧 都是给我装饰了 这对 这这 就是给我装饰了 这不过的 在这边 谁也不要去枪 都给家了 你到时候你 这六半 你到时候都得弄出来 弄出来就给了你了 你那边你不是说 你那边就搭了 搭了就给刷出来 我 是 五下 那是五下 家就搭了就给刷出来了 今天你变点植核酱唱的开篇 吃了再酸 炖亮菜的吧 不要炖 吃了就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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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小叔开始了 现在你变年 也终于开始了 许天拉练这个退休症 恰恰之气啊 这供退休症 这个菜就不来 这个菜就不来 四下小筹吧 这个就是 方天鸡的 你这个 你这个 都老板 这个是第一回 这家上花 看着能晃都有一点 晃的 嗯 没这点好 你这速度转开了哈 不是啊 逛一会儿 嗯 逛一会儿 对 这是汤米 那地边加了这个 这是什么的 你爹怎么整回来 整回来 烫啊 烫就离开 我把鱼烫里去了 哈哈 我这几个 这个好吃吗 这桌子上烫的 这个可以长了 我吃了还用 嗯 一个月 发了分子 一个月就千元回 就当少给发了 这个还有一点 这吃起来吗 你这说我没用 你年轻的 结果是四下多了 这有的五下多了 这有的多具鱼肉 多具鱼肉 这是个讲吗 多具鱼肉 嗯 我是不爱鱼肉 吃了他在皮鱼肉上 他就鱼肉了 他不给鱼肉了 他病人说经常 不给鱼肉了 就解鱼了 或者是多少天了 来吃一会儿 整整理的 有干啥干啥 好 嗯 我给你 这种小土相来 到发店了 我就去咬个菜 吃了抓住 嗯 对 嗯 家里去旅游 你不去 不去旅游 旅游是冷 吃了抓住了 你吃咋个人 我整个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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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